选择与大陆统一可能吗 这样的一个变题啊 在这个变题呢 这个投票呢是这样的 认为有可能的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四不到四分之一啊 认为不可能的占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三六 是这个四分之三还多 我们读读一些网友在微博上发的他们的一些观点 呃 这个什么样的观点都有啊 我们选了一些 这个网友呢叫无形的下一站 他说很难除非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 同时国内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很难但是有个除非啊 九阳神工爱河茶说 台湾人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 而大陆现在的底线就是台湾不能独立 其他一切将来再说 从美国的角度讲 一切能牵制中国的手段都是好的 所以将来要统一 对上美国还需要实力 这一切跟大陆实行政改一样困难重重 呃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帖子啊 先是有一个叫做法道天下冷风看法 他说做梦也是有成本的 他认为这样的这是一个梦想啊 做梦也是有成本的 然后这个王文学微博说 有梦想才能实现统一的了不起 这是个这个成本应该付出 他这个有梦想才能实现统一的了不起 是奥运会的时候有个叫北京欢迎你的歌里边 这一句歌词叫做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那么接着有一个叫说话作家陈祖芬 他说大陆民主法治之日方可谈统一 这也是为对岸不易争来好日子的同胞负责啊 这个呃 我们看看啊 这个卧龙奉处2011这个网友 他说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不是现在 最起码要等到大陆经济综合实力跟台湾不相上下 人均GDP一万五到两万美元 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 两岸之间各种矛盾进一步磨合 经济互补 政治互让 军事互信 台湾要发展 就要就更要依托大陆这个大市场统一形势 很可能是组成一个中华联盟共和国 两岸都先放弃主权 共同分享一个中国主权 XQSME他说最近看了一份香港市民调查 香港人对于身份的认同 香港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 占第一位 认为自己是亚洲人的 占第二位 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占第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更是位列中华民族一份子 世界公民之后的最后一名 香港回归十几年尚且如此 离心离德 何况 对我想了 我回应一下网民说的啊 他说这是一个梦 可是呢 我们说法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所以有这么去追求这个希望 今天呢 就说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 现在只不过是这么小小的一小段 那么这一小段的变化 你不能够预测到未来将来的发展 那么现在呢 中国大陆的崛起 经济体 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慢慢也成为一个军事的强国 跟美国抗衡 那么这样子的话 整个世界在中国大陆 强制推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来 推行 那么台湾的运作的空间就相对的被压缩 又被减少了 那么刚刚 之上说也谈到说一个大一个小 的确大陆这么大 台湾这么小 那么大陆的市场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吸引 但是台湾也希望 借由大陆的市场来走向国际 所以说两岸的经济上的融合 经济上的依赖度也更大了 这也是台湾将来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 所产生的一些的影响 那么毛泽东说天要下雨 就良要嫁人 实在是由不得人 今天大陆的势力很强大 强大到对美国有发言权的时候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员 到美国去访问 每一个人都在说希望停止对台动武 如果大陆的势力到一定的程度 让美国能够停止对台动武 台湾的牌完全没有了 所以说今天并不是说 台湾一定要走分裂的路 在台湾将来让你有选择的时候 两岸的差距减少的时候 两岸的制度可以介绍的时候 我想台湾的人会开始会想 为什么不觉得一个 对我有利的方式来存留下去 当然这不是现在 也许是30年 也许是50年之后了 现在就是这个政治的现实 你像台湾人现在要的是什么 他要说如果统一度 我也有好处 我当然要统一 但是问题是 现在台湾的主流名义 是认为说是实质的分裂 就是所谓的独台 那独台台湾本身自己又分两派 一种是主张完全的独台 另外是主张完全的台独 所以这样的局势 是相当的复杂 刚刚张小姐讲的很对 如果你台湾有办法 让美国放弃 说我不供应你武器 让中国大陆完全来支援你 这样中国大陆也要表态 中国大陆不能说我只给你经济的红利而已 中国大陆应该讲到说 除了竞争我还要逼你走上谈判桌 上次我记得一年前的时候 我们同样在这里也谈过所谓 两岸统一要不要定时间表 如果说当时的统计是84%认为说 一定要定统一时间表 如果不定的话 那台湾就逐渐的走出去了 就逐渐的独台了 这个独台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是两岸中国人都要关切的 今天的限制问题就在这里了 如果你怎么样让台湾的主流民意 逐渐的主动的表达 我刚说的 如果是台独 如果是独台 都不可能主动走上谈判桌 我这样子 刚刚看到一个网民提到一个 什么中华联盟国 我觉得这个其实 1991年那个余英石教授 已经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参议两岸 应该成立一个叫中华的邦联 邦联共和国 这个邦联呢 他的在意义上的比 美国联邦是更松散一点 但是大家都承认 都是属于一个中国 他的构想就是说 不要让台湾走向台独的路子 然后让时间去达到两岸的统一 他这个构想 其实是在很多年前已经提出来 今天有网民也大概提同样的概念 所以我认为 只要台湾好像在马英九啊 这种策略就是不走出去 就算不统一的话 也有可能说台湾有主动统一的可能 只要你不走出去 你不走出去的话 时间都可以 时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也在改变 那么最近台湾的报纸 也登了很大的新闻 说中国大陆也在研究机构 对台机构也在研究 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台湾进行统一 那么这个方式的探讨 我觉得就是一种进步 也是一个务实的一个做法 那么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 就曾经提出希望用帮连的方式 承认一个中国的主权的原则 怎么样来达到一个合适理想的 这个统一的方式 我想两方面都会慢慢的朝这方面走 刚刚网民讲到说美国的态度 当然美国态度是好像 现在认为不希望统一 可是美国如果说两岸 美国是赞成两岸 以他们自己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如果台湾跟大陆交恶起冲突的话 会不会美国拖入这个战场 美国现在不希望介入任何的战场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今天美国的国会在质疑 这个欧巴马 为什么出兵利比亚 这是违宪的态度 所以美国现在经济这么差 美国希望现在开始质保 他不再做一个国际的警察组织了 所以说在美国这方面 他会乐观其成 等到两岸的情势 已经发展到水到渠成 而且中国大陆的实力 超越美国的时候 我想这就是一个统一到来的时候 那么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 各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悲观 我们大陆网民也不要太悲观 中国大陆当然是如果经济强大 这个军事力量也强大是最好 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但是这个条件我刚刚说的 你一定要一边给胡萝卜 另外一边也要拿出棒子出来的 现在就是胡萝卜跟棒子一块吗 对 但是今天棒子还没有强烈出来 所以台湾人民还是抗拒 今天要让台湾人民被逼得走 上谈判桌才行 今天如果台湾人民没有被逼的话 我跟你讲 历史的常会证明 中国长久以来 就是世界历史一样 所有的统一 所有的统一都是要被逼的 包括这个所谓的宋太祖 我刚刚讲的宋太祖 宋太祖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 旁边还有一个小国 叫做吴越国 已经说了一百年之后 我们被逼的时候 读几个在凤凰网的 凤凰网微博上的几个 读那么几个人的 他们的发言 他们的留言 在这个遍题下边的留言 这个叫张鱼 张鱼海洋说 和平统一在一个中国之下 然后两党或者多党 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合作 国民党可以到大陆来发展党员 共产党也可以到台湾发展党员 公开的竞选 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就是以德国为例 这不是谁收服谁 是统一 这个不是谁 融合了谁 这个叫忽悠谁 这个网友叫忽悠谁 说无聊的政治人物 无聊的话题 只要两岸人民 幸福生活就好 无所谓统一与独立 理论上国家政府 就是要让人民幸福 他这个 那就是和平分裂 林峰 对林峰 武者说 一切皆有可能 统一台湾知道的事 马英九想干嘛呢 天知道 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2012当选了 再说吧 人总在变化当中 当选是最主要的 这个叫中华归 要想统一大陆 必须对自身体制进行改革 和台湾接规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在李敖啊 李敖最近说 宣布说 他有可能参选 台湾下届领导人 他就说一句话 他对马英九 就有一个评价 他不是选过吗 选过他再来一次 他再来一次 他对马英九 就有一个评价 说马英九呢 是相当于独台的台独分子 对 我觉得 这样子的话 我刚才强调了 我觉得现在 比较独台 或者是台独 以现在台湾现在的现状 是不可能主动的 我觉得现在的现状 当然是有独台 或者是台独了 不过今天就说 您刚刚所讲的 我突然发现 你太低估了 大陆的政治智慧跟手段 今天大陆就是 我觉得他随便这么让利吗 然后把所有的利益 都让给你吗 我觉得在民族的感情上 他来帮助你 在政治的要求上 他有他的这个做法跟想法 那么今天就说 在国际的大情势下 演变到台湾不得不接受 今天台湾不是说 主动的去我要统一 而是在这个大情势下 他不得不接受 在武力统一 跟和平统一的方面 他不得去接受 我想今天是一个台湾的选择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台湾的发言权 台湾的主动权 越来越小了 台湾的优势在流失当中 所以说在台湾的优势 在降低 中国大陆的经济决力 在崛起 再加上中国大陆 中产阶级崛起以后的 这个政治的改变 我想两岸的差距 尽量的缩小 我们觉得两岸的人民 是可以谈的 如果说长期的分裂 我想也不是大家所愿望 当然现在目前情况 各自发展 我想是符合大家 主流民意 但是你不能够预测到 50年后 二六十年后之后的发展 是不能太悲观 但是也不能太乐观 因为还有很多国际因素的介入 还有本身挡定的 所谓的分离的因素在里面 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在那里 我倒是可以引用 那个基辛格最近出了一本书 它那个叫论中国 它就跑到多伦多 就开一个座谈会 它是推销上的书了 那个座谈会的 那个题目叫什么呢 是21世纪属于中国的 但它词相反的论调 这个奇怪 为什么呢 它说中国有13亿人民 中国的GDP比美国就算更大 你也要平摊那个GDP给人民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工作 对啊 假如中国能够做到这种工作的话 我觉得它其实方方面面的已经大 有来几个都是找的 说再大的数除以13亿 对 所以它就这样